近日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 新上任的美房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再次持起了自己的言论 大肆渲染东方威胁论 同时他还声称在这个问题上 白宫和五角大楼意见统一 他们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东方 他的东方威胁论没有什么新意 还是那句话就是对于美方而言 未来东方才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 东方都给了他们很大的威胁 实际上埃斯珀上任以来 已经在多种场合多次鼓吹所谓的东方威胁论 在21旅的时候 埃斯珀就污蔑我们盗取知识常却 并且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也就成了他赞同某些人的某些主张的原因 埃斯珀是美方电芯的鹰派人物 他处置军典军校 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同学兼朋友 两个人的对我们的看法露出一辙 真是非常的不友好 可能这个就是他们历生之本吧 4月份的时候 蓬佩奥在德州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 我们沙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这是美方不断探索前进的荣耀 而到了今天 埃斯珀只是把这个话 换了个主语就用来污蔑我们 这是公兰颠倒黑白 是贼喊作结的行为 美方的这些大人物的言行 的确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在埃斯珀访问日本的时候 再次没有管住自己的嘴 他不负责任的指出 我们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 严重威胁着美日共同维护的国际规则 我们的外交部对于他的言论 给予了强硬的汇集 我们的发言人表示 美方的冷静思想和老旧思维 已经完全脱离了客观事实 是被时代淘汰掉的东西 美方抓捕犯捕 态度是非常不明智的 他们释出给别人扣帽子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也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奋行的是防御型国防 我们维护的是世界的和平 在全球发展和国际秩序建立中 我们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美方的这些做法从我们建国开始就存在了 到了今天也没能弄出点新花样 但是他们的海外基地越来越多 海外驻军越来越多 直接参与的战争和冲突越来越多 侵害别国利益的事情越做越多 这样的一个国家还天天去指责别人 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琐事的 美国作为全球军事最为强大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这么多年一直提反着背后的竞争 尤其是最近几年除了俄罗斯这个强大的对手外 中方的中和实力 阎朗也是成为了心头大话 这样一来就已侵蚀了美国坐立不安 所以在急功尽力之下做出来的事情也是比较疯狂 不是贸易战就是科技上的利益争夺 甚至说还想要在军事上对我们加入限制 前段时间推出的中导条约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例子 一度是想把自己的中程导弹安排在中方周边国家 在没有得逞之后 自己也是不断地研制赤射导弹寻找存在感 据国外媒体27号报道 目前在联合国会议上 俄罗斯就针对美国研发导弹这件事非常的不满意 俄代表认为美国一直声称没有钱缴纳拖欠联合国会费 但现在竟然是有资金在导弹上投入研制 这显然就是言而盗零的事情 必须是要给联合国一个说法 甚至说因为中程导弹危害最大的地方就是欧洲的国家 所以说这次俄罗斯是希望获得在场欧洲代表的支持 一起抵制美国继续的研究中程导弹 但这样的想法估计是有些不切实际了 毕竟欧洲的英法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甚至当场就是和俄代表开始了争论 按照欧洲所说 之所以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主要是之前中方没有加入到新的中导条约中 造成了美国现在无人限制的局面 所以在会议现场不仅是对俄罗斯代表寡不敌重 甚至说也是将中方拉入到了这汤浑水中 当然欧洲国家这样扭曲事实的情况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 中方代表直接是强出头 我们再一次重申 不会加入到所谓的多边协议中来 因为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是最大 从一开始他们认为俄罗斯偷偷的研制中程导弹 到最后的上制退群都是一家之言 并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所以说这次就是美国唯恐世界不乱的祸根 如意中方抑着延迟的讲话 让在场国家终于是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满 之后130国揭竿而起 干州英法代表 显然在中方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不断提高之后 各国也是以我们作为一个榜样 很多事情都是认为我们说的是正确的 这也是中方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 金律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 新善论的美房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再次持起了自己的言论 大势渲染东方威胁论 同时他还声称在这个问题上 白宫和五角大楼意见统一 他们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东方 他的东方威胁论没有什么新意 还是那句话就是对于美方而言 未来东方才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 东方都给了他们很大的威胁 实际上 埃斯珀上任以来 已经在多种场合多次鼓吹所谓的东方威胁论 在21旅的时候 埃斯珀就污蔑我们盗取知识常全 并且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也就成了他赞同某些人的某些主张的原因 埃斯珀是美方典型的鹰派人物 他处置军典军校 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同学兼朋友 两个人的对我们的看法露出一辙 真是非常的不友好 可能这个就是他们历生之本吧 4月份的时候 蓬佩奥在德州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这是美方不断探索前进的荣耀 而到了今天 埃斯珀只是把这个话 换了个主语就运来污蔑我们 这是公蓝颠倒黑白 是贼喊作结的行为 美方的这些大人物的言行 的确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在埃斯珀访问日本的时候 再次没有管住自己的嘴 他不负责任的指出 我们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 严重威胁着美日共同维护的国际规则 我们的外交部对于他的言论 给予了强硬的汇集 我们的发言人表示 美方的冷静思想和老旧思维 已经完全脱离了客观事实 是被时代淘汰掉的东西 美方抓捕贩布 态度是非常不明智的 他们释出给别人扣帽子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也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奋行的是防御型国防 我们维护的是世界的和平 在全球发展和国际秩序建立中 我们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美方的这些做法 从我们建国开始就存在了 到了今天 也没能弄出点新花样 但是他们的海外基地越来越多 海外驻军越来越多 直接参与的战争和冲突越来越多 侵害别国利益的事情越做越多 这样的一个国家还天天去指责别人 实在是令人感到非以说实的 美国作为全球军事最为强大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这么多年 一直提反着背后的竞争 尤其是最近几年 除了俄罗斯这个强大的对手外 中方的中和实力 阎朗也是成为了心头大话 这样一来 就已侵蚀了美国坐立不安 所以在急功尽力之下 做出来的事情也是比较疯狂 不是贸易战 就是科技上的利益争夺 甚至说还想要在军事上 对我们加入限制 前段时间 推出的中导条约 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例子 一度是想把自己的中程导弹 安排在中方周边国家 在没有得逞之后 自己也是不断地研制 赤射导弹寻找存在感 据国外媒体27号报道 目前在联合国会议上 俄罗斯就针对美国研发导弹这件事 非常的不满意 俄代表认为 美国一直声称 没有钱缴纳拖欠联合国会费 但现在竟然是有资金 在导弹上投入研制 这显然就是延而盗零的事情 最终是要给联合国一个说法 甚至说因为中程导弹 危害最大的地方就是欧洲的国家 所以说这次俄罗斯是希望获得 在场欧洲代表的支持 一起抵制美国继续地研究中程导弹 但这样的想法估计是有些不切实际了 毕竟欧洲的英法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甚至当场就是和俄代表开始了争论 按照欧洲所说 之所以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主要是之前中方没有加入到新的中导条约中 造成了美国现在无人限制的局面 所以在会议现场 不仅是对俄罗斯代表寡不敌众 甚至说也是将中方拉入到了这汤浑水中 当然欧洲国家这样扭曲事实的情况 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 中方代表直接是强出头 我们再一次重